还是和其他国家地区的选手保持着 我觉得最主要的话 应该马龙发动要快一些 这也是马龙的特长 我觉得马龙总体来说的这种进入状态要比 所以前两局对于马龙来说还是非常关键 好球 马龙再拉 更多的困难 我觉得他平时的这个训练 很高峰没人 一题乱留性是不一样的 还要不一样的 这些叫什么 等于马龙大桥 很可怕 这些都要是非常切的 到底是什么 就是不一个确定 拉起来 马龙反拉 好球 7分的 又离领衔接着被朱世荷逆转 也说明他这种坚韧的这种意志品质 好球 直接抢攻 哇塞 没想到 拉了一个直线 这样马龙11比9 打哪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从 发球抢攻尽量多突破吧 应该作为萧球的运动员 好的 疯狂的状态 是没有机会的话尽量还是 是以这种旋转为主 但是一旦有机会一定要一下之力 尤其是落点上面还是尽量的能够往 这种旋转为主 主攻的训练还不够 不是 好球 不是 算了 来 来 去 主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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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拳 主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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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拳 主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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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拳 主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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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拳 好球 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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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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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拳